首先為大家介紹的是 三桌前色球衣的台中特大A隊 球衣配號7號的徐永竹 6號的江宜君 球衣配號15號的王邦欣 最後為大家介紹 球衣配號3號的林長軒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三桌前色球衣的東武大學A隊 12號的楊淑涵 接下來是球衣配號11號的烏魯芬 你記得球衣配號2號的張帆君 還沒介紹你啊 同步一大 最後呢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球衣配號5號的烏魯芬 好Supago 歡迎各位喜愛籃球的觀眾朋友 再次透過SSU TV一同來欣賞 2023年大專戰隊三籃球錦標賽 最後一場一把女子組的冠軍爭奪戰 那今天這場比賽是由台中科大A隊 對上東武大學A隊 身穿紅色的球衣是來自於東武大學 淺色的球衣是來自於台中科大 在第一波的 切入上籃 東武大學並沒有把握 這一波第一波的攻勢 那鏡頭畫面上看到的是 來自於東武大學2號的張帆君 在上一場四強的爭奪戰裡面 有一個非常優異的表現 也是帶領了東武大學闡進冠軍賽 最主要的一個攻城 那馬上的台灣台中科大的7號的徐永竹 在上一場的比賽也是依舊維持著火燙的手感 那在外線頻頻得手的情況下 也把台中科大帶進了冠軍賽的決賽 首先罰球得分的是來自於東武大學2號的張帆君 7號的徐永竹 在嘗試著把球送到了3號的林采軒 這個球稍微軟了一點 6號的張帆君 徐永竹在外線的嘗試 這時候被東武大學搶下了籃板 張帆君面對著比自己還小的徐永竹 這時候球還是在東武大學這邊 靠著自己一個非常快速的切入 成功的造成了犯規 5號的吳宜佩 站上了罰球線 目前台中科大與東武大學是贊成了1比1的平手 吳宜佩 靠著這個罰球 沒有能夠把比分給超前 這個球可以看到張帆君非常的積極地跟進籃板 那也造成了東武大學把球踢出了界外 張帆君把球回到了射手 藍邦欣在籃下有一個非常好的優勢 做一個搜球之後的踩步 只可惜他把這個角度稍微低了點 搶下這個籃板之後把球交給了6號的張帆君 墊步之後的強行切入 只可惜這個球還是稍微短了一點 東武大學掌握了這波的球權 再來張帆君 張帆君的跳投 沒有拿下這一個分數 也造成了Jumbo 跟各位觀眾朋友講解一下規則 在Jumbo的三對三規則裡 球是會判給防守者的隊伍 這時候徐翁竹馬上在寒冷的晚上 依舊維持他火燙的手感 也非常優秀的 優異的一個防守個人的能力 在進攻跟防守兩關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一個劍術 張帆君這個時候靠著自己的單打想要在中 在罰球線附近的突聽跳投沒有辦法拿下分數 中武大學靠著二號的曾帆君搶行的切入 但是這個球在上籃的時候還是沒有辦法 有一分的進帳 哇這個球非常的關鍵喔 十二號的楊舒涵 把比數追到了平手 張帆君找到外線的射手 徐翁竹這個球沒有把握住 還是在場地的走著下一個機會 張帆君這個球自己自投自強 但是很可惜在差一點要掌握住球權的時候 把球碰出了界外 球現在來到了台中科大 做一個簡單的hand off完之後 在一個非常漂亮的pong play 今天江麟君在籃下的放球 其實都稍嫌力道過大了一點 現在台中科大對上動物大學的冠軍之爭 來到贏了一個3比3的平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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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宁過後回來 動物大學靠著12號的楊樹涵 投進了一個2分 那在台中科大這裡 還是靠著射手7號的徐永竹 也是在開賽有一個2分的貢獻 現在比賽來到了3比3的平手 這個球讓張宇峻已經判斷到了 預測到了一個進攻的路線 也成功了手下動物大學這一波的攻擊 造成了動物大學的3秒的威力 張宇峻在做個假動作之後 嘗試著1對1的投籃 把球傳給了射手7號的徐永竹 這球在上籃之後還是被干擾到 張環君 黃邦馨在對張環君施加了非常強力的一個 防守強度 這時候 徐永竹雖然在外線有一個空檔的機會 這個球投了一個麵包球 在冠軍賽的這幾分鐘裡面的分 確實來得比較膠著 張環君靠著自己的一個非常強勢的切入 在右路輕鬆的上籃 這時候射手 徐永竹馬上給予回應 又把領先的分數要回來 兩邊在得分的主力 互標得分秀 馬上找到了一個自己的隊友 張環君 在籃下還是搶到了一個籃板球 二波普進 東武大學現在是兩分落後 非常漂亮的一個give and go 接到來自於隊友自己的助攻之後 成功造成了犯規 11號的五路分 成功站上了拔球線 這時候五號的胡宜佩 也上場代替了自己的隊友 黃邦欣把球傳到給六號的張宜君 張宜君在一個突停的謊人之後 東武大學成功的把球給點掉 黃邦欣幾波進攻非常漂亮的防守 找到外圍的射手徐永竹 徐永竹這一波的進攻 稍微可惜了一點喔 是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五號的無依佩交給了張環君 這個球非常的可惜 是完全空打 黃邦欣已經跟不上他的節奏 馬上的徐永竹維持了他的 這個火燙的手感在wide open的情況下 其實他的命中率是非常的高喔 張環君在一個轉身的投射 在失去重心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能夠把這一分擺進 黃邦欣再次把球全要了回來 剩下四秒鐘 在一個轉身的情況下 哇這個是迷的旋轉 黃邦欣把這個球 利用擦板球把球給擺進 張環君試圖的在外線給回應喔 但是這個球還是沒有如他的預期 這時候東武大學叫了一個暫停 台中科大師以9比5 一四分之差裡先著東武大學 好嗎 哇 好 那你還要嗎 暫停歸後回來台中客大靠著徐永竹在外線的火力 加上王邦欣在單打第一位單打的成功 現在把比數拉開到了9比5四分的分數 那現在緊接著換上3號的林彩軒也趕緊的給隊友一個支援 然後在嘗試著進攻的時候造成東大學的犯規 罰球也要到 吳宜佩嘗試著一兩分想要拉近比賽的一個分差 這個時候球還是在台中客大這邊 將一軍把球回到了當家射手 這個球在時間壓迫下只剩下兩秒鐘 還是沒有辦法在12秒之內找到一個得分的有效的方法 那這個球還是在唯一的情況下 現在有了另外一次的TV參加 現在台中客大是以10比5領身的東大學 有了 那 對 現在停過後回來,離一般女子組的罐 張宛君只剩下三分多鐘的時間喔 那張宛君試圖著想要拉近比賽的距離 靠著自己的單打 這時候張宛君在嘗試著想要突破兩個人的防線 東風大學展現了非常強硬的一個防守的陣性 那張宛君想要嘗試著在一對一 就馬上把打掉的時候產生了一個走步 張宛君在高位找到了自己帶底角的隊友 這個球有碰到籃框所以其實秒數還是重射 不可以在沒有重心的情況下 三號的林彩瑄搶到了這一顆球 徐勇竹還是嘗試著在他最擅長的外線進行攻擊的手段 張宛君比了兩下之後 在體力消耗下球有點短了 張宛君嘗試著把節奏慢下來 Hand off之後 造成了十二號楊樹涵的犯規 徐勇竹成功的陣上了拔球線 有兩個拔球的機會 徐勇竹在外線上有一個非常穩定的攻速喔 那也造成東武大學在防後上有非常大的壓力 在換防的時候也成功的造成了東武大學的換規 這時候兩罰中一 比賽還剩下2分30秒 台中科大現在是以10比6有4分的領先喔 在台中科大這邊繼續展現著非常 非常滴水不漏的一個防守的一個態度 讓東武大學沒辦法輕鬆的在取分的情況下 這時候張宇君掌握了另外一波的進攻浪板王邦馨 在找到籃下完全空檔的徐勇竹 輕鬆的一分擺進 這個時候東武大學一定要想辦法找到一個得分的保險分 找張宇君就準沒錯 在外線即時提供了2分的進場之後 也把比數分差縮小到了3分 這時候台中科大在進攻時候被吹了一次進攻犯規喔 球犬也又回到了東武大學 現在有機會再把比數給縮小 張宇君在找到自己隊友之後 非常成功的一個防守張宇君 需要主把節奏給慢下來 非常漂亮的一個後門 一個假晃之後 張宇君順利的把籃下的 這個球王邦馨雖然在跟張宇君的爭搶過後 有個投籃的動作但是在進攻的秒數到了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這個時候王邦馨把球藏了下來 時間剩下一分多鐘 這個時候非常好的一個壓迫球 球還是在江宇君非常聰明的把球打在了東武大學的腳上 時間剩下一分零五秒 東武大學的球權 還有三分的落後 張宇君在外線上的嘗試 需要主這時候在外線 試圖了想要用外線兩分把分數給拉開 張宇君拿到了底線的一個機會 只可惜沒有辦法擺進這個球 打到了籃板之後 11號的烏如芬 打到了籃板之後 球權還是還給了台中科大 需要主這次的攻擊 傳給了王邦馨 張宇君 一對一 在搶自投自強之後 王邦馨還是搶到籃板 這時候球被12號的楊舒涵 自己運到了兩分線外之後 徐曉筑 之後時間來到了只剩下18.7秒 那對東武大學是相當的不利 還有三分的落後 球現在交給了王邦馨 在強勢接入之後 還是沒有能夠把球擺進喔 非常成功的一個防守 東武大學現在在時間的壓力下 選擇交給了張宴君 只可惜最後這個球 張宴君還是沒有辦法投進 那非常恭喜台中科大 以三分的頂先 11比87 敗了東武大學 拿下了一般女子組的冠軍 非常感謝這兩隊 帶來非常精彩的比賽 在一般女子組的比賽中 台中科大 徐曉筑 在外線依舊有一個非常火燙的手感啊 張宴君在切入的部分 貢獻了許多的分數 王邦馨在拱固籃下禁區的籃板 也做得相當的到位喔 在經過兩天一連串的比賽之後 非常的恭喜他們在擊敗了眾多對手之後 拿下一巴女子組的冠軍